现在应该要先做一件事 因为我给你的是一个成品 就是PBIX这个档案 你们应该要有来源的资料 那个Excel来源资料 要怎么样重新定义 举例来说 这个成果档 它的Excel来源 它是定义在我的一叠底下 可是你可能是在你的随身叠 或者是在你的什么地方 你必须要先对应到 请点这个常用转换资料 下面这个资料来源设定 所以到时候你们给主管资料 如果他也会修改 那你就必须要把来源原始资料给他 这个档案 我现在是在Asus这一台 电脑的下载的这个档名 可是请问你们哪里有Asus这个名称 没有嘛 所以请点它 请点一下变更来源 接下来请在浏览这边重新去找你的档案 请点浏览 然后麻烦请点到下载 我把这个档案放在这个地方 就是你要自己去找到你那个Excel档案 我本来给你的还不是CSV档案 然后点选开启 然后点这个确定 点这个关闭 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档案对应起来 这个产品跟来源档案对应好 最后他会说 其中有一个是错的 好没关系 我们就直接点关闭了 就是资料里面 针对好像是日期 是的 是 这次特别的 效 apt 就是 中国olutions 。 说明 这次 照 是 失